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 无论一个人多么伟大 都不足以和这个恒定的规律去抗衡 所以当有人因为岁月离开我们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不用那么惋惜 毕竟这个人的人生曾经灿烂过 但是还有一些人 他们的离开是因为意外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英年早逝 今天过人军想和大家一起聊聊几位在NBA英年早逝的人 如果他们没有那么早离开 篮球世界会不会是另一副模样呢 一火箭称 即使是壮人也会选择他对于埃迪格里芬 相信火箭球你都不陌生 当年他和姚明弗朗西斯组成的三叉戟 也曾经风光过一阵 不过他在打出球星的水准之前 得到了太多赞率 以至于让他迷失了自己 酒精 女人 毒品 所有能毁掉一个人职业生涯 甚至是一生的东西他都占了 2007年 年仅25岁的格里芬死在一场车祸中 他的陨落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遗憾 如果他再自律一些 再谦卑一些 或许联盟里最有名的格里芬就是他们呢 尽管格里芬没能兑现天赋 但是火箭队当初的选择仍然不后悔 要知道火箭可是付出了 包括雷查德杰弗森在内的三名球员才得到的他 火箭老板也曾经表示 如果当初火箭手握壮文签 也会选择格里芬的 这或许是对他天赋最大的肯定 二姚明刚进NBA最崇拜的人 这位人修并不是超级巨星 但他却是一个极品的角色球员 要知道 NBA的舞台从来都不是超级巨星的独武 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角色球员 杰森赫利尔曾经短暂效力过火箭 恰巧那时候的姚明刚刚进入联盟 而当初姚明最崇拜的人 就是杰森赫利尔 这主要是因为他浑身上下的肌肉 强大到让姚明想要寻短见 2005年 年仅28岁的克利尔 突然心脏病发 继而与世长子 经检查他是突然心脏节律紊乱 所造成的异常心脏扩大引起的猝死 为了纪念他 每场比赛当中都会佩戴上黑色臂章 而后老鹰队队服上 永久的刻有黑色肩章 三 绿军领袖曾让伯德 乔南称赞伯德曾经说过 很开心是他的队友 因为他是伯德最讨厌防守的球员之一 乔丹说他的长臂让自己很困惑 每一次自己认为摆脱了他的时候 他都会跟上来 当你的进攻不像平时那样锋利时 你会在进攻断片的犹豫 他就是曾经凯尔特人的领袖 雷吉刘伊斯 1991到92赛季 伯德 迈克海尔和布朗欣张缺席大部分比赛的时候 刘伊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领袖 他连续两个赛季场军得分超过20分 他也是绿军历史上唯一一个单系 同时拿到100个篮板 100次助攻 100次抢断和100次封盖的球员 只是可惜 1993年7月27日 雷吉刘伊斯在波士顿布兰迪斯大学练习投篮的时候 心脏病发作再次昏迷 不至去世 中年27岁 4 男 球莫扎特因车祸离世彼得洛雷奇 被称作是篮球界的莫扎特 曾经的他在欧洲赛场上所向披靡 是当之无愧的欧洲之王 只是可惜因为政治的因素 他直到25岁的时候 才正式加盟NBA 而他的第一战则是神奇的球星黑洞开拓者队 之后他转投篮网 在篮网的赛季他场均喊下22分 并且在1992年奥运会上 和乔丹上演了一次单挑 那场比赛虽然最终还是输给了孟之队 但是彼得洛雷奇在乔丹和皮鹏的防守下 砍下了24分 而乔丹只得到了22分 这一战也成为了他生涯最经典的一战 1993年6月7日 欧金赛第一场比赛 克罗蒂亚以30分狂扫波澜 皮特洛雷奇在去慕尼黑探望女友的途中 不幸车祸身亡 年仅29岁 2002年 他和魔术师一起入选名人堂 这或许是对他在NBA那短暂的几年时间里最好的肯定 大学时期打败乔丹的天台乔丹是篮球场上的神 即便你可以祭拜公牛队 但是你也无法和乔丹的对抗中占得优势 年轻的阿泰曾经在训练场上被乔丹修领 后来恼羞成怒撞断了乔丹的肋骨 然而乔丹却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球权是我的 这就是乔丹 一个永远不会承认被打败的男人 然而 在说到拜亚斯的时候 乔丹却没有了往日的骄傲 他承认自己单挑不是拜亚斯的对手 而且在NCAA决赛上 拜亚斯也让乔丹和他的北哈杀鱼而归 即便是个人数据 他也在乔丹之上 就是这样一位前途一片光明的年轻人 却在自己被凯尔特人选中榜眼之后的48小时之内 因为吸食毒品而告别了全世界 如果他没有那么早就离开 会不会阻止公牛王朝的出现不敢说 但是他一定会激发出一个更好的乔丹 孙家大圣